头戴球帽身穿黑衣短裤的男子 大半夜跑到巷子里 他的手上疑似拿了一桶油漆 先朝这户人家 停在门前的摩托车泼洒 接着拿出白布站上油漆 用力砸向铁卷门 一旁还有人负责录影 释发后影片还被上传网路流传 被泼漆的住宅位在坦子区中山路 住户一早醒来开门 发现铁卷门和地上到处都是红漆 停在门口的三台机车 椅店脚踏店也被染红气得报警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星期以来 两度被人颇漆 连左邻右舍也遭殃 之前的纠纷 林太太也要 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 反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就对了 其实来讲 25号是最后一次 之前呢 20号 白色是第一次 红色是第二次 有跟你碰到吗 有啊 这都到啊 这都到啊 这也到啊 看他一定会啦 好奇是 还好 你说他如果不出的解冠 怕破气油 崩壞啊 对对对 就这样而已 事发在25号凌晨5点多 屋主表示 疑似太太的前男友 不满他分手后 有新对象 心声不满 加上两人 还有财务纠纷 因此教所两名男子 前来泼妻泄恨 犯人表示 该名男子疑似刺受 37岁 零姓男子 直死 恐吓意味浓厚 扑杀后 玄机逃逸 故事所提告 毁损 恐吓 妨碍民意罪 疑似因感情及财务纠纷 而国旗以泄情绪 警方表示 将扩大调阅相关监视画面 同时也已经锁定特定对象 将通知他们到案说明 厘清案情 东三新闻李宗宪 谢宗华城 惠美在台中采访报道